欢迎来到中年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。身为顶流的迪丽热巴仍旧被剧组欺负。 粉丝维权却被无视。近日,知名女星迪丽热巴在新剧《目须词》中的装造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。 这未当红小花旦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瞩目,而此次的装造事件更是将它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目须词改编自黎清然的小说《白日提灯》主要讲述了龟须最强女领主和身世沉迷的少将军互通无感,命力相连,携手守护美好人间的故事。 该剧由迪丽热巴和陈飞宇领衔主演,自正式官宣起便备受期待。 该剧开拍不久后,男女主的路透也相继流出,关于该剧的浮画道和装造一时之间也成为了平台的热点话题。 然而,迪丽热巴的装造却引发了广大网友的不满。 其妆容过于浓重,与角色不符,也因此引发了网友对该剧组化妆师专业能力的质疑。 但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深思,迪丽热巴已在娱乐圈打拼多年,是当下最火爆的女明星之一。 据网友爆料,迪丽热巴本人也在片场提出了妆容问题,对化妆师表示口红涂多了,但却被无视,冷漠对待,只能自己默默抿掉多余的口红。 该画面自然引起了粉丝的不解和心疼,粉丝群体强烈要求剧组进行整改,但并未得到剧组的明确回应。 粉丝为争取迪丽热巴的合理权益,纷纷取关与项目相关的账号、目须辞官博开始大量掉粉,舆论压力逐渐增大。 迪丽热巴成名多年,身为顶流女星,却仍有待遇的不公,没有背景的人有多难呢?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感谢您观看视频!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!